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花联分会举行的新春团伴还有摩采活动 上百名的会员都参加了 有花联分会长同时也是市民代表韩玲梅 还有宏光功德基金会的花联区主任黄敬发共同主持 包括了县长徐生蔚 基金会的创会会长张丁权 也都很高兴看到花联分会的会晤可以振振日上 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花联分会晚上举行新春团伴及摩采活动 上百名会员前往参与由崩会长 同时也是花联市民代表韩玲梅 以及宏光功德基金会会长和进发共同主持 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从会会长张丁权 则是感谢大家的用心来为社会服务 新春可以留一个春酒 在这里祝福 每一个人都可以欣赏寿成 每一个人家庭都安安 每一个人寿意发展 每一个人采远文文 在这里祝福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祝真伟也前往现场来为春酒加温 并且感谢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国民中小学免费割草的服务 以及奖助学金来提升花联教育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真伟啊 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乡亲长辈 所有的兄弟姐妹 因为有大家花联才能够成为一个快乐幸福的城市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恩习福感恩 而在照顾 因为我们感恩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珍惜任何的资源 而在珍惜的当下 我们再次感恩 这就是花联为什么 民风依旧纯朴 人心依旧的热情 因为我们保有我们人 人最基本的核心价值 在这里真伟要谢谢我们这个雪峰东大师 每一年几乎都会来到花莲 或者是用视讯在一起的期间都给我们很多的勉励 那另外也要谢谢林梅还有金八兄 无论是在做社会公益 或者是环境的亲近 以及自我心灵的亲近 这都做到真的非常落实 海人梅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在生命当中 透过不断的修身调心 将中华传统的智慧 用在生活当中 进而循序渐渐的让身心灵得到平衡 协助大家开启展现美好的圆满人生 会终于安排精彩的歌舞表演 以及好礼抽不完的摩采活动 为新春团伴掀起欢乐的气氛 这就终于华所为了